请问咱们国家保护大熊猫的历史都有什么 比如说以四川为例来谈 其实应该是从上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就发布了一条 关于将大熊猫等珍惜野生动物进行保护的一个办法了 随后中央也提出了建保护区 那么四川就积极响应 1963年四川就建立了第一批的 以大熊猫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当时第一批有四个 包括卧龙 王朗等四个自然保护区 这样就拉开了我们四川保护大熊猫的序幕 1992年我们国家就确立了 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 正是借助于这个工程 我们四川也建立了更多的熊猫保护区 这样我们的保护范围就得到了不断的扩大 到大熊猫公园试点以前 我们四川省是一共有46个大熊猫保护区 全国一共是有67个 因为我们这46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吧 就把大概60%的野生种群和50%以上的栖息地 纳入了保护的范围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跨了陕 村 甘 三省 总的面积有2.7万平方公里 其中四川片区有2.02万平方公里 四川片区的这个面积占了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的接近75% 在这个范围上的野生种群的数量呢 也是接近试点范围的75% 国家公园的这个时代应该说是在前一个时代所有工作基础上 我们还会就是说把有用的东西继续做下去 我们下期见